以巴战时休战 不过持续超过一年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再度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空袭 出动了无人机来袭击基辅 那么乌克兰当地时间25号 俄罗斯发动了一波无人机空袭 乌军就表示空军紧急地击落71架无人机 但是基辅各区将近200栋的建筑物停电 有5个人受伤 其中一人还是年仅11岁的女童 那么乌军就表示 这波空袭规模是俄乌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 乌克兰总统也喊话国际社会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 来面对俄军的袭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